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的多朋友,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啊 从这个消息,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离天怒人怨没多远了 以色列周边全是他的敌人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现在抵抗以色列的还是以伊朗为首的抵抗之湖 但是大家如果要看懂了这个消息 大家就会发现 不仅抵抗之湖继续抵抗以色列 哪怕连阿拉伯世界可能都会慢慢的进来啊 为什么我这样去讲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 咱们直接的来看啊 这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啊 这个消息啊,提到什么呢 提到啊,这个哈马斯啊 正在研究有关结束加沙冲突的建议 而且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求啊 这个以色列完全从加沙地带撤出 这个消息啊 看起来就已经很硬了 但是这个消息我相信大家也看不出来啊 那为什么啊 这个以色列周边这些国家会联合的越来越密切 哪怕阿拉伯人也得加入进来 一起来对抗以色列 怎么也看不出来呢 那咱们就看这个消息里面的细节啊 这个内容啊 它是非常的简单啊 先讲到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发言人啊 这个在电视讲话中表态了啊 这个哈马斯已经确认愿意接受 这个旨在接触加沙民众苦难实现永久停火的协议 并让占领者从加沙地带啊 全部撤出啊 这个协议必须结束啊 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允许无限制的救援援助和重建加沙 并交换双方被扣押的人员 这是啊 这个消息的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就很硬了 你以色列得通啊 加沙地带滚出去 其实这是在干嘛 这是逼着以色列投降 我相信很多东西会觉得很怪啊 这个消息啊 他是不是啊 这个虚张声势呢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让他投降 他就能投降吗 现在这个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啊 有这样的一番表态 那以色列就会低头吗 不大可能啊 以色列老是展示那种啊 好强强好硬硬啊 非非人类的那一面 总而言之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 他怎么可能轻易的投降 可能就是寒硬化吧 大家就得看啊 这个下半部分的一个内容啊 这部内容提到啊 这个该组织正在研究 调解人员提出的 结束加沙冲突的新建议 但重申啊 这些建议应该包括 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彻底撤军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段话什么意思 这一段话里面提到了一个主体 这个主体是啊 这个调解人提出的 结束加沙冲突的新建议 对不对 这个调解人是谁 现在这个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啊 正在向这些调解人进行沟通 这个沟通看似是在准备 所谓的加沙地带停火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的话 这也代表着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正在于调解人们 来进行调解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必须得啊 要求这个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 而且不能不能封锁加沙 对不对 这就是要求着这个以色列投降啊 可是这个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他正在跟谁一起 正在研究逼着以色列投降的 这些条件呢 对不对 是谁呢 调解人是谁 了解中东地区啊 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形势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啊 有一些国家正在进行调解 对不对 这些国家也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些国家有谁呢 有埃及 有卡塔尔 有巴勒斯坦 阿联酋这些国家 对不对 这三个国家可代表着不同的一些势力啊 在中东地区 在北非 对不对 毕竟嘛 埃及是一个北非的一个国家 总而言之吧 这些国家代表着谁 这些国家代表着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正在慢慢的凝聚在一起 大家一定得看到这一点 大家可能会说啊 这个伊斯兰世界啊 这个尤其是啊 可对待这个以色列啊 明显的一个不团结 哪有那么多容易啊 是团结并不容易 一步一步来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伊斯兰世界毕竟有所谓的千年仇怨 你指望他第一天 对不对 他就啊 能够团结起来 这也很难 但是从这个消息上来看 大家就可以看到出来 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正在与伊斯兰世界 其他的势力 包含像阿拉伯世界 这些势力 正在调节 调整 大家的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 不是像以前所展现的那样 停火吧 停火吧 永久停火吧 停火三个月吧 停火一个月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送点物资吧 送点物资吧 不是那么简单了 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与阿拉伯世界 包含北非 这些伊斯兰世界的 这些势力 一起来整合 要求以色列低头跪下 道歉投降 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这个调解人 这几这几方 那都是代表着 伊斯兰世界 不同的一个势力啊 那我相信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啊 那这个调解能否成功呢 大家一定得知道 这个调解大家自己 大家立场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这个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以前啊 这个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要求啊 这个啊 以色列撤军 对不对 然后要求这些 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不仅撤军 你还不能封锁我 不仅不能封 不能封锁我 而且呢 运到加沙城内的物资 得一直持续的运 条件越来越高 也就是哈马斯 提出来的条件 越来越高 这也代表着 另外的一种趋势 那就是战场上的表现 以色列越来越不利 为何会不利 首先 以色列面对加沙城内的巴勒斯坦人士 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都把加沙城炸废了 但是抵抗还在 不仅加沙城内的抵抗还在 包含于周边的这些势力 像黎巴嫩啊 之间的这个冲突也越来越加剧 大家互相的炸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的新闻 以色列炸黎巴嫩 黎巴嫩炸以色列啊 炸的是越来越热闹 那以色列拿黎巴嫩 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你让以色列如果敢冒冒然的 去攻击黎巴嫩的话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 国际舆论场合将会又落下 什么样的一些口舌呢 不仅如此只要敢攻击黎巴嫩的话 那伊斯兰世界会加速的团结 这就是以色列面对的一个 无解的一个局势 那不仅如此 以色列还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比如说跟伊朗的一些冲突 伊朗炸以色列 大家都看到了很多的视频 什么叫火光通天呢 对不对 各种各样爆炸的视频 大家都见到了 然后的话那以色列报复伊朗呢 非常非常神奇 以色列导弹袭击伊朗 让大家见不着那些火光充 火光充填的视频和照片 而且伊朗拦截以色列的导弹的 那一副景象也非常神奇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啊 拦截导弹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铁穹 然后去拦截火箭弹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铁穹的轨迹 也能够看得到 对对方这个导弹火箭弹的这个轨迹 总而言之啊 大家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 哪怕说啊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高射炮 高射炮去拦这些啊 导弹火箭弹 其实啊 也能够让大家看到轨迹 为什么 因为高射炮都有夜光弹呢 对不对 因为啊 这个操作 高射炮的这些士兵 他得调节 自己的啊 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他的个方位 他得拿准了呀 他得有这个夜光弹 看得才会更加的一个清楚 可是 以色列 袭击伊朗的时候 伊朗拦截的那点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你看不着 这个地面上有什么 就打上了什么导弹 这个夜光弹 什么炮弹 看不着 莫名其妙 以色列的那些导弹 袭击的导弹 全被拦住了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象 伊朗到底掌握了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神奇的技术 不知道啊 到底是怎么拦的 不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以色列展示了一副 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自己挨揍 自己还没办法 就是伊朗导弹袭击啊 那自己报复 报复 打得别人不紧不疼 还让别人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啊 这就是以色列面临的一个境地啊 以色列越来越不成事 曾经的靠着美国人的 中东地区的小霸王 长盛的小能手 拿着美式装备 可以以代差的优势来碾压中东地区各方的以色列 走到今天 以色列现在面对的这个敌人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实力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啊 这就是以色列现在面对的一个局势 那以色列在中东地区 尤其是在面对伊朗的时候 越来越往下风去走的时候 面对抵抗之湖越来越往下走的时候 那中东地区周边的势力看到这样的一番景象将会怎样 将会怎样 以前跟大家聊过啊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啊 这个中啊中原王朝强势的时候 那外部的像都护府这些势力 那简直啊 拿着枪顶着别人 别人就得听话 对不对 这也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的 聊过的啊 都护府那套制度 对不对 这个汉唐时期啊 在外边设置都护府 比如说大家都很都很了解的 这个这个这个安息都护府啊 就是这些都护府 然后呢 都护府往那儿一设置 嘿嘿 周边势力都得听话 为什么呢 太强了 大唐朝汉朝太强了 就是拿枪顶着别人 让别人跪下 都护府这套制度 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啊 它就是啊 一个纯军事的一个组织 就像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嘛 纯军事的组织 就在那边远远的啊 离中原王朝 特别遥远的一个地方 设置这样的一个组织 把军队派到哪里 派到那里去 对不对 然后中原王朝提供给养 提供啊 这个金钱 总而言之吧 就养着这个都护府 让这个都护府控制周边的一个地区 像不像美国的军事基地 可是呢 讲到这个以色列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 以色列不像都护府 以色列像什么呢 像节度使 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靠着美国人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势力 在中东地区才能存活下去 没有美国的话 以色列众师之地呀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以色列 适时成为了美国的什么 节度使 然后的话 这个节度使跟这个都护府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节度使啊 他有管钱 管粮 管税收 管官员 这样的一个职能 其实也就是啊 君 政 人 钱 这些东西全掌握在节度使的手中 大家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这个都护府 都护府只管军 钱呢 在这个中原王朝 都护府不能自己出去赚钱 都护府啊 对不对 得靠中 中原王朝啊 来来提供给养 然后可是节度使 自己的地盘 那自己可以在这边啊 种粮食 赚钱啊 自己可以任命官员 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个军队 这就是节度使权力大的一个地方 但是啊 整个节度使想要有啊 想要有自己的一个影响力的话 他照样也得靠着中原王朝啊 但是的话 总而言之 节度使的权力要比都府要大一点 以色列现在就这样 当初就是靠着美国人 现在靠美国人靠得住吗 靠美国人还能够有那个长盛的小霸王 那种形象吗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 是使得成为了美国的节度使 可是问题来了 之前跟大家聊过 中原王朝弱的时候 那你这个都护府啊 节度啊 这些啊 节度使啊 你都是一个弱化的一种状态 中原王朝强的时候 这个这个都护府拿着枪顶别人 节度使拿着枪顶别人 中原王朝弱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大家的共同的敌人 为什么 你是团结大家的工具啊 你跟大家没有共力啊 你那你老是拿枪顶着别人 你让别人害怕你 你强的时候 别人怕你 对不对 你你弱的时候 那别人必然要联合起来 一起来收拾你 而且收拾你得特别的积极 为什么呢 毕竟你强的时候 在这片地区的时候 别人在某些事情上面 要与你一起打配合 不能够成为你完全的敌人 因为你强 你拿枪顶别人 但是你你弱的时候 那别人会怎样 别人为了证明自己 没有与你航穴一气 坑害周边的兄弟们 那大家那自己就得往前冲 一定得啊 一定得开上第一枪 打上第一炮 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忠诚 证明自己在这片地区 没有害大家 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啊 这个五状元那个形象 他有十种方法 还是一百种方法 要弄死这个黄老爷 对不对 一定得冲在第一个 一定得冲在第一个 把那个大门给他冲开 这就是五状元 然后的话 现在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和美国 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周边的势力越来越往上去走 自己的实力慢慢的往下去掉 然后他周边的敌人越来越强 那他的他的敌人会越来越多呀 伊朗让他伊朗让这个以色列人 见识到了对不对 拿伊朗没折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那像阿拉伯世界 像埃及像卡塔尔 这些地方啊 这些势力看到了以色列不成事了 那他们会怎样 他们会站在第一个 指着以色列的鼻子说 跪下 你要投降 为什么 因为你弱了 我之前我们可没跟你合作 对不对 我们之前可没有跟你 以色列勾勾搭搭搭 没有跟美国人完全混在一起 我们之前跟美国人啊 称兄道弟 那都是被迫不得已 我还是热爱着我的兄弟们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这个态势已经起来了 像巴勒斯坦抵抗组织正在于中东地区各方势力凝聚在一起 要求以色列完全退出架杀 跟要求以色列投降别无二致 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局势 以色列如果知道死活的话 那还好说 如果不知道死活的话 那中东地区这种绑定的越来越密切 中东地区要视以色列为仇扣 对于以色列的这个恨意 会慢慢的加剧 大家越来越团结 越来越恨你以色列的时候 以色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而且你以色列越来越弱了 想想吧 同学们 想想当年的都护府 想想当年的节度时 到最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尤其是都护府这套制度 拿着枪顶着别人的时候 对不对 那好枪 自己弱的时候呢 各方势力的敌人呢 这也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未来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